新劍霞 來了 歡迎回來新劍霞世界3 那在之前的時候我們介紹這個遊戲的整體玩法 然後包含我們五大職業的一個技能展示 然後還有我們整個護法系統的整體養成攻略 那大概都做個詳細的介紹 那在今天的時候來介紹一下 我們目前遊戲也快開服了嘛 那所以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新劍霞世界3 整個的開服活動 包含他贈送了各式各樣的資源 還有我們展示必拿的一些帥氣的一些實裝啊 外觀等等 還有我們的座騎還有我們人物實裝 就像畫面上看到這個黑馬 還有我們人物穿的一個淺藍色長袍 這個遊戲的美術精度 跟畫面真的非常的用心 你可以看到這匹馬閃閃發光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銀白色的一個造型 然後我們人物立繪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淺藍色的一個長袍 然後背背一把劍 今天的話都會來做個說明 我們開服新活動的話 這邊都可以來做個索取 如果你也喜歡這個遊戲的一個美術的話 記得我們這種帥氣的實裝啊 帥氣的座騎啊 這種一定要必拿一下 這個你在人群之中齁都會是一個亮點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我們這個遊戲 如果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會有哪些新活動 還有一些新福利好了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我們的福利活動 那我們福利活動的話總共大概分幾個 第一個是我們在線獎勵 在線獎勵的話來看一下他的玩法 一般來說就是我們人每天 然後一個你的角色 然後累積的在線時場 會領取不同檔次的一個獎勵 那根據我們累積的時場呢 然後會領取一些道具啊 一些獎勵啊 一些資源這樣子 OK 那一般來說我們一天就是 120分鐘啦 就是兩個小時 那如果你在現在的時間越長的話 你獎勵就會越好 那等於說還有免費送一些元寶啦 送一些裝備強化的資源啦 還有送一些我們家族貢獻啊 還有送這些 算是一些吃了buff的一些效果的東西 然後還有送一些飲料 所以每天的話 盡量大概能在線上待兩三個小時 知道把我們在線獎勵都全部拿完才是最好的 OK 這是我們一般 遊戲裡面來說 算是鼓勵大家在線 遊玩的一個獎勵啦 那再來是每日簽到 每日簽到的話基本上就是 每天你上線 然後你就會做個簽到 那簽到的話會有一些道具跟獎勵這樣子 那每天的刷新時間是在我們的凌晨4點 那補簽的話是在每個月的1號的凌晨4點 會做刷新的動作 那最後的最後就是連續簽到的情況之下 到21天你會激活一個很有趣的特效 就是急跑的一個特效 叫做流星飛電 這個東西的話如果你簽到21天之後 你可以來嘗試玩一下 這個應該蠻帥氣的 好 那簽到的話都會送你一些 比如說裝備強化的東西啦 然後還有一些buff的效果 像比如說經驗值增加的一個效果啦 銀兩啦 然後一些黃金寶箱可以開到一些 護法養成材料啊 銀兩啊 共性這些東西 那還有洗髓單 就像我們上次造過我們護法 可以提升資質的一個效果 然後還有增員單 這也是一樣培養我們的護法在用 那這些東西的話其實 如果你用元包買的話 其實有點傷本 那如果你取得的話 其實他也有點稀有 所以盡量如果有在這種 免費活動裡面可以取得的話 都盡量來做個取得的動作 還有頭像框 就是在你的人物的一個頭像那邊 可以有做一些造型 那下面的話就是 每月的累計簽到啦 那盡量 大概都可以把它簽完啦 簽完的話都會送一些不錯的獎勵 OK 那再來是我們創腳七日 那創腳七日的話 他會送你非常非常多的養成資源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那如果你看到可能有一天 可能錯過了沒有辦法上線 領取獎勵的話 他之後他會在任何一天的時候 會讓你補領有錯過的獎勵這樣子 那前七天的話 每天一樣 離城四點的時候會刷新 OK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每天 會送你一些裝備 強化的這些石頭 這些東西的話 盡量一定要多拿 因為這種東西的話 還是可以把它往上合成 所以你的裝備如果越強的話 你的角色強度就越高 你打贏別人啦 或者是你一些刷怪啦 推圖來說都會比較實用一點 然後還有一些 增員單啦 洗水單 這種幫護法增強的一個效果 然後還有我們納元單 提高我們護法的一個等級的一個經驗值在用的 然後還有我們的那個 蛀魂石 這種東西增強我們的座騎啊 秘笈啊 這些東西 他都送牌蠻多的 然後還有我們家族貢獻值 這種東西如果你有在家 如果你有喜歡打雪蒙啊 打家族戰啊這種東西 家族貢獻值其實都蠻重要的 讓你的家族等級可以提升快一點這樣子 那就最後強烈建議一下 到第七天的時候 會送你這個十連抽的那個 護法招募券 這個東西的話是相當於我們元寶招募喔 就可以招募到我們橙色跟紫色的一個護法 這個東西如果你用元寶買齁 很貴很貴 所以七天內會送你這個十連抽 還有一些海量的一些養成的道具齁 這個東西一定要必拿 所以盡量啦 每天只要有時間的話都盡量上線 把這些養成資源都拿起 然後尤其是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 如果你要課金自己用元寶抽的話 還蠻貴的 那我們這個遊戲的話 很佛心 第七天的話會送你十連抽 如果你能剛好抽到一個 譬如說楊影蜂啊 或是龍武公子啊這種東西 讓你直接你的護法直接起飛 那也是很OK的 那來介紹我們每天登錄啊 送的一些獎勵的一些福利之後呢 來介紹一下我們新手玩家 第二個需要注意的東西 就是我們大俠之路 大俠之路也是我們新手玩家 初期來說一定要做的一個任務 他會有一些特定的任務 然後會拿到一些道具獎勵 跟一些積分獎勵 這些積分獎勵累累積之後呢 會送你一些很好的東西 那就可以看到我們 比如說第一天 他會角色到27級啦 裝備強化有幾次啦 這些東西的話前面是我們的資源 後面是我們的積分 這些積分有什麼用呢 就是我們下面 他有個累進積分 就是你已經收集到多少的那個積分值 可以看到有40、80 那會送一些我們的紫色的武器啦 會送一些我們的表情包啦 會送一些橙色的一些防裝啊 然後還會送一些我們的護法招募券之外 最後最後 450檔直接送你一隻紫色的護法 叫做靈子 這個靈子上次介紹過 就是我們一個漂亮妹子 那如果你是一個輸出手 是個攻擊手 白鹿啊 武當啊 然後天人啊 都很適合帶我們的靈子 非常的實用 等於說 至少 呃 橙色護法以下的話 第一個我們紫色護法來說 算是很實用的一個靈子 然後他會直接送你 能夠將你完成450檔的一個積分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玩家的話 進來你就每天 盡量去完成這些 特定的這些任務 這些任務 這些任務也是讓你比較好 第一個先讓你了解這個遊戲的一些玩法啦 等於說 透過這些特定的一些任務 然後讓你去做一些 我們這個遊戲的一個認識 然後下面的話可以取得一些積分 然後會送你一些 防裝啊 武器裝啊 然後一些招募券 然後就會送你一個 護法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盡量 大俠之路的話就是每天 盡量把這些任務全部做完 除了拿到這些獎勵之外呢 然後你也可以拿到下面這個 萬方送你的一個紫色護法這樣子 OK 這是我們大俠之路 記得一定要把它做完 就像我們那個七天簽到一樣 OK 那講完我們新手的一個福利 然後還有一些必做的一些任務之後呢 來介紹一下如果你是新手玩家剛開局 那如果你玩遊戲願意會花一點小錢 然後讓遊戲體驗變得很好的話 強勁劍一下 介紹一下這個遊戲的手除大禮 這個遊戲的手除大禮 非常非常佛心 如果你是願意在這個遊戲 花一點小錢的玩家 真的強勁劍一下不要錯過 因為我們一般其他的遊戲大概都是 比如說你要儲個三五百 儲個一兩千 大概才會送你一些等值 或者是超越你儲值價值的一些禮物 那這個遊戲的手除不一樣 它是只要你充值任意的金額 你就可以直接拿相當於6888元寶的一個禮物 那這個東西的話簡單說 你就是可能只要除個三五十塊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我們手除來說 假設我們最低檔的 假設是一塊錢美金 就是假設三十塊好了 三十塊的一個台幣 你可以除獲得六十元寶 那假設是六十塊的一個台幣 會獲得一百二十元寶 所以大概是一比二左右啦 那你手充的時候 它會再送你等值的一個元寶 所以如果你手充越高 當然是送你越高 但是如果你不想花太多錢 三五十塊三十塊六十塊 你只要儲值了之後 不管你出任何金額 它都會直接送你下面這三天的一個東西 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只要你願意花一杯飲料錢 花一個便當錢 那你就 你的遊戲的開局體驗會非常的好 那像比如說它第一天 就會直接送你一個橙色的武器 以奇光 這個東西的話攻擊力也非常的不錯 這個在初期來說的話 已經算是非常的夠用了 二階的一個卓越的一個品質的武器 然後還有送你元寶啊 還有送你拳擊 剛剛講過 剛剛是元寶跟台幣大概是一比二嘛 所以你會看到這元寶直接送你168 你就知道 你除個30塊錢 你就 光這個元寶錢其實就蠻划算的 然後送你玄金啊 送你銀兩這些 那第二天的話 直接送你一個紫色護法 剛剛是送紫色的那個 靈子 這次直接送小師妹 靈子是用在我們攻擊輸出手的一個 護法身上 那我們小師妹的話 就是用在一個防禦的一個 護法身上這樣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假設你是玩易水 或是玩天王 你需要一個防禦型的護法來說的話 直接送你一個小師妹 會非常的實用 那第二天也會送你元寶268 所以你看你儲值個30塊60塊 直接讓你元寶起飛 直接送你大概500多塊的元寶 然後還有一些玄金啊 跟一些銀兩 那第三天 直接送你388元寶 跟我們那個玄金之外 來送兩個東西 第一個送那個寒冷箭 第二個送我們這個力球 這個妖式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寒冷箭 跟我們這個力球 可愛力球的一個造型 是長什麼樣子 在我們人物這邊 然後下面有個外觀 這個外觀的話 就可以看到我們一些實裝 那我們背式的話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寒冷箭 就是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人物 如果搭配上我們這次的一個 新實裝的話 非常的帥氣 然後背後 如果你手上哪把劍 後面有個寒冷箭 就是長這樣子 真的是很帥 閃亮亮一個 搭配上我們淺藍色的一個長袍 真的是非常的帥氣 那我們腰式的話呢 就是我們力球 就這個東西 哎唷超可愛 我們這個力球 形式 針針洞 然後臥落力球圓 這樣子 一個 雖然是刺蝟嗎 我覺得還蠻可愛的 然後在我們腰式這邊 帶了一個籃子 然後這邊有個力球 然後後面的話 背了我們一個劍士 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手術的部分 OK 那最後的最後來介紹一下 新劍霞世界3 最佛心的抽獎活動 就是我們劍霞聖典 到時候劍霞聖典 會有一系列一些小活動 跟大家遊玩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右邊這個大獎 我們這台黃色狗狗龍 沒錯 我們每一次玩家都在下面問 到底什麼時候抽狗狗龍 就是這一次 我們新劍霞世界3 舉辦了一個劍霞聖典的活動 那我們最大獎就是抽這台狗狗龍之外呢 還有一些限定的稱號啦 配飾啦 炫光 如果你缺台好手機 iPhone13 Pro 直接抽給你 還有Cherry的鍵盤 還有AirPods 這些高占價的獎品 只要你參加我們劍霞聖典的活動 都有機率去獲得 那如果你喜歡測試一下你的運氣的話 這個活動千萬不要錯過 那最後最後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到時候我們的新品外觀 都會有限時85折的一個活動 因為像我們上次介紹過 還有我們的非常漂亮的一個時裝 然後還有我們的法式鳥琴獅 那還有我們的座騎 如果你喜歡一個很帥氣的一個黑馬座騎 然後他家的屬性又特別多 那外觀帥氣 技能屬性優秀 然後可以讓你的能力大幅度的提升的話 那這個座騎到時候85折的話 也千萬記得一定要拿下 OK 那這大概是這樣給大家做個參考 那今天的影片是喜歡支持一下 我是宣老 感謝收看 下次留言再見